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常围绕着七十周年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感恩 更是展望未来 好多弟兄姐妹同工一起来分享思考 当然教会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教会要一直在那里 因着不同的时间空间不断的更新变化 在这个更新变化里面 教会的组织也在更新变化 当然人是也有一些变动的 今年英文部的Kevin牧师 王敬伟牧师 他因为要再去进修博士学位 所以他也会在一月底离职了 我们很舍不得他 但是他的人生计划 他很难得的找到一个奖学金 这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读神学 所以我们为他祝福了 舍不得他离开 但是我们也为他祝福 求主大大的使用 让他将来他的恩赐 他的神给他的种种的恩赐 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献给主大大的被主所用 那请大家也为Kevin牧师 前面努力读书的生涯 来祷告 他准备要读旧约博士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 读圣经科的博士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自己也走过这条路 的确是一条 不是这么容易走的路 需要艰苦忍耐 百般的忍耐 求主祭祝他 他的师母 两个孩子 都是很大的适应 也请大家同时为英文部的发展 特别我们正在寻找新的牧者 祷告 让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 神带领新的牧者来 一起同工 今天晚上我们就同心合一 为这个事项来祷告 好吗 谢谢主的恩典 引领保守我们 能够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一起的侍奉 愿主你亲自开路 我们这个时候 今天晚上特别 为王静伟牧师 就是英文部的Kevin牧师 来祷告 在他的人生之中 神有神奇妙的带领 你看见他有这个 继续进修的恩赐 愿主你给他 开路了之后 也给他充足的供应 你已经奇妙的开路了 愿主你亲自充足的供应 为他的师母 两个孩子祷告 愿主一一的赐福 我们也特别为英文堂 人生的困境之中 重要性 求主引导 我也鼓励你 若是您的时间方便 欢迎您 明天晚上七点到八点 在401教室 我们可以一起来到 主面前祷告 神祝福你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